那尤其是這個川普接下來會做什麼 其實坦白講對我們來講 我們還真的有點期待 因為川普這個很難掌控 那你認為他有可能會做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很多人講說川普的聰明才智 我就做一個你拜登改變不了的事實 你認為會是什麼 那另外就是說拜登上來之後 到底會美台的關係 會走向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有人認為說拜登其實是不可信的 那昨天有這個學者 甚至直接講了 就是說拜登如果上來的話 臺灣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 這個川普把他綁在一起 去對抗中國的這個問題上 是這樣嗎 可是臺灣的戰略位置 臺灣的一切都沒有改變 所以你怎麼看 拜登將來有沒有可能強化 對臺灣的經濟的支持 來對中國施壓 或者用任何其他更多的方式 其實大家說那個拜登上來 不可能跟臺灣綁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是事實 因為你知道川普 為什麼後來跟臺灣綁得那麼緊 因為真的他要連任 你知道嗎 但是拜登看起來不像 所以他會照著 而且我上次講 拜登在華府四十年 他就是華府那種政治人物 所以他基本上 他不會跟那個臺灣這樣綁成這樣 去對抗中國 他大概不會這樣 但是美國利益優先 這個是百分之百 然後你說美國的外交政策 會不會改 不會 因為不管民主黨或者共和黨 他這個外交政策是一脈相承 不會因為你換一個政黨 或換一個總統上來就改變 180度 那沒有可能的 你說他慢慢慢慢 他的態度會不會有一點點 就溫和有可能 因為他的手段可能不一樣 但是大的方向不會變 那你說川普這種個性 你知道我早上還在笑 我心想他把那個國防部長開除了 艾斯伯 但是我認為就是說 剛剛大家有講到 就是說因為那個時候 有那個動亂 然後黑人的動亂 他要叫那個 那個國防部長派兵 就國防部長拒絕 對 那你有沒有想到 十一月旌旗 他搞不好希望 這國防部長在南海 真的搞一個飛機擦撞 或者是擦槍走火 然後這國防部長 一定沒有這樣幹 要不然川普不會火成這個樣子 而且你看那開票 才幾天就把他開除 而且事實上 在我想像中 他該開除第一炮 應該是佛奇 跟FBI的那個director 但是他第一個開除的是 艾斯伯 那我認為就是說 他會期望十月旌旗 你說像杭特 那個拜登 那個有沒有旌旗 我覺得沒有那麼旌旗 因為不是拜登本人 但是這個才是真的十月旌旗 比蓬佩奧來 或者他自己來更旌旗 就在這個南海 只要飛機插窗一下 然後那個軍艦就碰一下之類 這個太容易了 但是國防部完全沒動 而且在這個當口 你記不記得我上次還講 國防部還跟中國視訊 危機溝通 還記不記得我上次有講 你在這個當口 還就跟中國去聯絡 什麼危機溝通 你明明就應該搞一個危機出來 然後改變整個選舉結果 所以我覺得川普的火大 然後把他第一個開除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當然他從一開始 那個調動那個去壓制黑人 他就已經不爽 但是他還是忍住了 他並沒有動他 但是這個女生如果要上來說 72小時之內要擊垮 中國整個海軍艦隊 坦白講72小時太晚了 三天你才擊敗的話 仗已經不知道打成什麼樣子了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沒有那個什麼 柴奇爾厲害 柴奇爾是一個艦隊開到 格拉拉達去打 那個也不過72小時 你現在72小時還搞不定的話 那個仗就很難打 所以我想艾斯伯格下來 然後他上來會不會有更大動作 我不知道 但是會用什麼樣的方式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環球時報 那個總編輯他講的沒錯 他說你不要去惹他 他很難得大家說 他講的有道理 他當然有道理 你在想你川普的個性 他壓根就看不起拜登 你們調那個影片看 他們兩個在辯論的時候 川普從來沒有正眼看拜登 都是用這樣的眼睛在看 他完全看不起拜登 他認為你這哪裡是我對手 事實上拜登也不是他的對手 只是說他自己跟他自己打 喜歡他都不喜歡他的 拜登只是你知道 共和黨就有人告訴我說 其實拜登是撿到那個總統當 因為喜歡川普跟不喜歡川普 在那邊對干 好那你說他有7000萬票 7100萬票 然後那個拜登贏了他 大概400多萬票 然後他有7000多萬人支持 但是不要忘掉希拉蕾跟他選的時候 希拉蕾還贏他300多萬票 希拉蕾也沒有這樣去搞怪 所以川普的個性就是那個胡總編輯說的 你這個時候不能去折 他這時候就像個刺蝟 他隨時隨地 你不知道他下一招要幹嘛 然後而且你看他也不簽署文件 然後你那個要辦那個交接你也沒錢用 我就不跟你交接 對但是然後他也會 大家上次主持人也問我說 他如果賴在白宮怎麼辦 好我現在講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1976我去參加卡特的就職大點 1980我去參加雷根的 你知道那個美國的總統就職非常有樂趣 就是總統當選人跟副總統當選人 在1月20號的前一天19號 他們就會先到華府 要等待上任 然後你記不記得那天川普有說 我不會邀請他到白宮 然後第二天1月20號的早上 要卸任的總統跟他的夫人 還有副總統夫婦 就會邀請新上任的總統夫婦 副總統夫婦到白宮去做客 一起喝咖啡 喝完咖啡早上8點 喝完咖啡然後他去參加一個教會的禱告 然後新總統跟卸任總統 一起坐一個同樣一部車 開到國會大廈的現場 因為就職大點是在美國國會 然後開到那邊去就職 宣誓就職完了以後 當天的12點01分開始 然後這個宣誓完了以後 這個新的總統就會把這個卸任的總統 送出國會大廈 然後國會大廈後面有一台直升機 總統的直升機 會把它直接送回他的家鄉 那像卡特那是送回喬治亞州 如果是川普的話就送回佛羅里達州 因為從12點01分開始 他就是個老百姓 他就不算是總統 所以你在講說他就算不離開白宮 因為當他不是總統 沒有那個身份的時候 特勤人員跟國安人員 就可以把他扛出去 那有點糗耶 對 所以我覺得 難怪那個拜登已經放話了 對 所以不要這樣子 就是說我想到最後 如果驗票那些通通不能翻盤的話 我相信共和黨人會勸他 因為現在共和黨人 真的是站在那邊 挺他去打關係 對 為什麼共和黨人 要站他身邊 因為坦白說這一次的大選 拜登雖然輸 但是共和黨沒有輸 對 共和黨選得很漂亮 對 好 他有七千萬票 對不對 對 那你這些共和黨 參議院也好 眾議員也好 還有什麼也好 你們將來還要選舉啊 七千萬票不少耶 對 所以你還要繼續選 這些人都是你的票嘛 對 所以那些人都要站出來 特別是那個參議院 那個多數黨領袖 那個什麼康康 他的太太就是趙小蘭 趙小蘭在白宮裡面做官啊 所以他一定第一個跳出來 那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這些人為了他自己的前途 他一定要挺他去打官司 但是當你官司真的打敗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這個時候他們一定站出來 可是他的群眾基礎 是扎扎實實在那裡 對 有七千萬票嘛 你說當初希拉蕾是沒有用 他那個多的三百萬票去嚇唬人 但是問題是川普有啊 川普的個性就是這樣 而且他的七千多萬票 都是死忠鐵粉耶 而且事實上 這次共和黨真的選得很漂亮 他不是選得很輸一敗塗地 所以我就講說 為什麼共和黨人說 拜登是撿到那個總統當 我剛剛已經講 你們去調那個影片 川普真的沒有正眼看他 都是用這樣看他 而且那個一臉不屑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真的不要低估川普的個性 他很毛躁 可是就是說 當最後沒辦法翻盤的時候 我相信他身邊的人才會勸他 現在沒有人敢去勸他 以他的個性 你不管他雖然聽他女婿的話 或者誰的話 這個時候沒有人敢去惹他 因為他就像一個 刺猬一樣 對 就像一個講的 正不開心的時候 對 你在講 你這個時候去惹他 不是自找沒趣嗎 但是你說中國網友猜 什麼什麼習近平手上 有什麼拜登 那個都是規則的 那個不足以下 我覺得習近平 從川普這一次學乖了 因為美國那麼大一個國家 你要去跟他爭老大 然後弄到最後 你根本搞不過他嘛 然後這些跟他有糾葛的人 都沒有恭賀他 普丁就是一個 金山胖也是一個 金小胖也是一個 所以這些人不知道 你拜登上來 你是以美國為優先為重呢 還是以國際的盛況 所以你中國對拜登都抓不定了 對 你根本抓不定他會怎樣 因為美國政治人物 剛剛大家看說他當副總統的時候 去的時候好得不得了 川普去中國的時候 也是好得不得了 對 所以當他是一個國際上的旅 美國總統出訪的時候 那個盛況 你知道我有一次到那個白宮的辦公室 他們叫做那個部長的辦公室 牆上就掛著那個時候 輻射總統出訪 你知道有多風光嗎 那個丹麥那個玉林金在前面開到 一張一張大的照片 當美國總統真的很拽的 所以我在 所以我為什麼說 美國總統站在那個世界舞台中間的時候 真的是顧叛志雄你知道嗎 神采飛揚 福特總統也不過就是撿到的 他出去訪問那些照片 全部把它放很大的彩色照片 掛在那個辦公室 這樣一路走過來 所以你在想拜登當了總統以後 對習近平也好 對普丁也好 金三胖也好 會是什麼態度沒有人抓得走 而且我上次有講 拜登不是沒有政治企圖心的人 你知道他從來就 你知道他從小就立志說要選總統 他今天當了以後 你不知道他將來會要成就一番事業的時候 他搞不好是另外一套 他會覺得他可能還可以超越川普 他搞不好私心是這樣想的 所以習近平安分是對的 以那種老狐狸九歲就被人家鬥爭過的人 我覺得他應該頭腦清楚 川普已經把他搞得雞飛狗跳 所以我相信他對拜登 不會那麼大啦啦相信說 我可以掌控他沒那回事 你就算你國力也掌控不了他 雖然不是72小時把你整個艦隊滅掉 但是不管怎樣 美國今天還是世界第一強國 所以習近平學乖了 我可以試乎 你這麼做的 我可以拍照